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看了流程过程中的 义负语句 对不对 对 那要注意 义负语句有好多 比如说执行的那些系统函数 PPP的函数 那都是Smart3开始支持的 在Smart如果用的是Smart2的方法 那是不能使用系统函数作为义负的条件的 对吧 那Smart3支持的 那在Smart3呢 又给我们加了一个什么 看一下 复循环 我们找了一下 在哪呢 循环几个 复循环 还有什么 外的循环 对吧 因为它是不是有这些就更像圆了 其实在模板里边使用循环辨量速度是很有用的 但是之间要我们循环用的地方很少 所以大家能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这是Smart3新加的功能 对不对 咱得知道这个功能 那咱们先看一下 复循环 是吧 这个用法跟我们 跟我们的 比如说跟我们的PP用法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 在我们PP里边 我们的用法是这样的 打开程序 看一下 复循环 到了拍 怎么定 对不对 到了拍 需要100 到了拍 接 到了 佛 佳 佳 佳 这是在我们PP里边的 对不对 输出 比如说 $5 然后一行几号 夸行 是使用这样的结构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当然写在PP里的输出也可以 但是有模板已经不这么有 对不对 你看 循环这一下 对不对 下边是没有经济变量VR 是这个模板里边 我们没把代码都怎么的 没有办法代码删掉 这样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我们这是从这里边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速度倒过来 比如说这是100 从大到小 然后如果大于零 对吧 我们减减 你看 小心点 是不是从降续了 从100到这里 这是我们PP里边用到的 复循环 那在模板里边 我们怎么用复循环呢 结构跟这个就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的方式 你看一下 我们是这样 可以在PP的升一两个变量 记得上以后 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直接升一变量了 对 对吧 也可以不省电量 比如说 我们直接用封标签开始 对吧 然后呢 也斜杠封标签结束 看到了吗 然后这里边写到 什么 对 对吧 变量为R等于零 对吧 默认这个变量是乎上零了 让它循环2 你得有两只到多少吧 到10 看到了吧 这样的话 它就循环到几次 十次 然后我们这块就有什么 就可以输出这个大了不复循环 然后一二 看一下 默认是 这变量是零 然后到十次 这个变量会增长到十 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呢 0 1 2 3 4 5 7 8 9 10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值换成变量 比如说 这块 st 大了 把 st 开始是从零 然后生命一个变量 对吧 然后当然这个变量也可以是从 pp分别过来 对吧 end 结束的是10 比如说15吧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换成变量 大了 和 st 从这开始 到end 到这结束 看到了 是不可以啊 然后这个循环 跟 pp的循环结构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对吧 那还有更不一样了 它还可以使用什么 跳步 step 对吧 跳步写上三 对吧 隔几个一循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零到15 隔三个一循环 是不是 0 3 6 9 12 15 对吧 那当然我们跳步可以跳步其他的 对吧 对吧 对 然后我们还可以怎么的 最大一个循环几次 比如说等于3 虽然我们这块 从这块 从0到15 现在是可以循环六次 对吧 但我最大只指三 就要它什么 循环三次 看到了吧 所以记住这里边几个符号 你看这个是跳步几步 最大只等一几 看到了吧 所以这些呢 大家不熟悉的话 不太好弄的话 那咱们刚才在pp里面写循环的时候看到了 可以从小到大 是不是还可以从大到小 对吧 那从大到小 那我们这里边 是不是只要把这个改成1d 对吧 15 这块改成从0开始 是不是就行了 行不行呢 你可以猜一下行不行 看一下 有吗 没有 对吧 那没有我也不知道哪错了怎么办呢 是没有现在没有知情 因为它不支持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不支持的话 我们这里边有封循环条件不成立的情况下 我们这话还可以讲一个想说的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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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输出速 arb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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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则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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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条件成立 我们就给他看 看 从 打开 卡 从 打开 以后 下重 自大的原因 布则 可没有 full 后 哎呦 十字有 taką дом 但是在我们这个 明白 他现在模板里边做这个 那风循环都是不常用 但是大家如果别人在用 或者你实在需要用的地方 也可以采用这种格式 对不对 这是风循环的格式 我们把它注视一下 那循环结构在咱们 PAT里边除了有风循环 还有外奥循环 还有度外奥循环 是不是这么紧张 对吧 那除了风循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还有一个还是什么的 外奥循环 看到了吗 循环结构也非常的简单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外奥循环也是不太常用的 外奥循环对不对 有这个开始 我们就以什么 鞋盖 外奥结束 对不对 但是千万必写成死循环 比如说这话 声明一个变量 可以带P2P分配过来 对不对 当初VR等于1 不是等于0 对吧 然后我们这话 什么呢 这话可以 它没有那些退出语句 对不对 VR如果GT 对吧 如果是小于 这块是RT RT 小于100 我们就循环 0是小100的 我这里边是不是得要某个变量加加 才可以 必须写一个什么 退出循环的条件 对吧 变量加加 每次循环变量都加一个 这样的话才能到100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0到99 是不是输出了 这外务循环 不太常用 对吧 那这里边的运算符号 跟义父与君 就很像 像在哪 义父与君 如果条件成立了 只知性的一次 外务循环 这个条件的写法 和义父与君的写法 是一模一样的 跟前面上一句都学的义父与君 但是他要成立的话 就会循环再执行 所以一定要有个退出条件 不然的话就是死循环了 对不对 那么看他的符号用起来 是不是跟一句就一样 你看 对吧 随着一些特性 加入到模板领形 smart的外务循环 与p的外务循环 一样富有弹性 每一个外务 必须一个它成字出现 所有pb条件和函数 在他身上 同样使用 对不对 像这些逻辑 算是黄数 等等 跟一股循环是一样的 下面有一些限制装 你看 跟一股一阵一样 一样 不能说差不多 是完全一样 对吧 然后用起来 一个变量 然后兼计 对吧 它这里边没有提供像咱们 full循环有个full house 对不对 它这里边没有提供 按手冲来看 是没有提供这个的 所以说这些课 咱们就讲的一种full循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边 手冲里边的介绍 和这些详细的例子的 一些使用 看到了 其实这些例子 咱们刚才也都 都用了 都用到了 对不对 但是full循环和full循环 是一个不常用的东西 没公开化的时候 所以大家只作为了解的内容 没有必要去掌握的 对吧 但是学习的 你可以用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 smart3的一些特性 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吧 好 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 这节课呢 我们之前的流程公众中的 公众循环结构 对吧 那咱们有了 异固循环了 也有循环结构了 对不对 那顺循结构就从上往下 对不对 那咱们流程控制 是不是 smart3模板就可以结束了 流程控制中 重点是异固循环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见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